就要冒风险是什么道理 我想我们很容易了解 风险越高就有很多人不敢去做 因此你就可以赚到更高的利润 如果风险很小 那大家都敢做 人做得多了 那自然大家都没有太高的利润 这是必然的道理 陈强他说 你冒这个险 那怎么办 学员就说我不冒这个险 那怎么办 你看两句话是一样的 你冒险怎么办 我不冒险怎么办 这么一来就有一个交集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把米买了以后 眼看的就是要运出去 运出去它风险性是很高的 可是你不冒这个险 就像陈强所讲的 我们就地卖掉 因为现在比较又涨起来了 我们赚了钱 赚了钱是什么用 赚了钱没有办法对顾客交代 所以非貌不可 何况如果让我们冒险成功 我们赚的钱比现在还多 这么一来 陈强才说 好了好了 那你钱我要小心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